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可以看得出未来的挑战其实挺大的 因为主要国民党自己本身的分裂问题也很严重 不只是国民党自己本身的分裂问题 然后还要对民进党这方面 还要对中共这方面 他的挑战的这些还是挺多的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吴敦义的一些履历 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吴敦义呢 他是1948年1月30日出生在台湾省的南投县 他是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 那么中国国民党革命事件研究院毕业的 曾任中国国民党的副主席代理主席 以及台湾当局的副领导 朱立伦竞选总部的荣誉主委 另外在2009年9月10日的时候 吴敦义宣布就职为行政院的院长 2012年的时候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吴敦义搭配马英九参加选举当选为副领导人 副也就是说马英九是马总统 那么副总统 2014年6月4日呢 出任国民党的副主席 在2014年啊 现在是2017年3年的时间 另外在2014年的12月正式向马英九请辞 副主席一职 那么马英九呢 想未留成功 没有留成功 那么吴敦义呢 确定是 抱歉 我说错了 是马英九他想把他留下来 但是吴敦义这方面确认 也是答应了马英九的提议 是留下来当国民党的副主席了 2014年12月3日的时候呢 马英九呢 辞去了主席 依照国民党的党章呢 吴敦义担任国民党代理主席 2015年1月19日的时候呢 与新任的主席朱立伦交接应信 不再代理主席一直 2015年5月的时候呢 明确表态不参加2016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了 那么在这个前台湾 这个台湾的这个副总统吴敦义呢 2017年1月9日召开参选 中国国民党主席记者会 那么宣布参选党魁一职 那么在2017年5月20日的时候 当选为国民党的主席 这是他最近从 最近这几年来的 他的一个职场一个经历了 是那当然就是大家都很关心嘛 这个吴敦义到底是哪一派的 这个台媒呢放的标题还蛮有趣的 他说吴敦义是爱吃麦当劳的鼠派 是鼠派 番鼠派 红鼠派 还是什么 不过呢这个 当然这个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 前景岛内倒是挺看好的 不过呢却有关于一个问题 一直困扰在台湾的媒体还有民众 就是这个吴敦义到底是属于哪一派的 那这个吴敦义呢 曾经就受到了蒋经国的提拔 就从政了 那他不是团派 也不是老派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他受了这个李登辉的提携 但是高雄市长任内呢 却实行保调 而且绝对不是独派 他受了马英九的重用搭档 当选这个台湾地区的副领导人 但是马王政 马王政争的时候 他是却保这个王了 嗯 对 那他这个 他也不是这个马金派 就是当时马英九在跟这个 在跟这个 吵架的时候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偏护马英九的这一边 这一边的 所以呢 呃 当然也是有很好的时候 但是也不是属于这个王派的 对 那呃 这个政坛分合呢 这个恩怨难于嘛 所以看起来 如果吴敦义是属于哪一派呢 其实是很难轻松的做一个结论了 不过呢 呃 就是台媒呢 还是非常聪明的 给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 就是说 他这个是乐派 肯派 还有薯派 因为这个私底下的吴敦义呢 其实他很爱吃麦当劳 嗯 而且点最多的呢 就是这个薯条 但是因为怕发胖 所以就必限制一天只能 一次只可以吃十根 嗯 另外他也非常爱喝可乐 但是传言 只有这个老婆大人 看不到的时候才敢喝 所以看起来这个吴敦义呢 他其实还是挺像小孩子的 爱吃麦当劳 爱吃薯条 爱喝可乐 呃 这个吴敦义呢 其实呃 说了下他的这个留学背景吧 他这个是在台大的时候 台大面读书的 那他在台大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篇 台大人的十字架的一个文章 当时就受到了当时的这个 救国团主任 蒋经国的赏识提拔 呃 在这一次的竞选当中呢 吴敦义提到蒋经国的时候呢 他还一度的哽应 所以就被台湾网友冠名为吴哥哭 吴哥哭了 但是外界呢 其实很早知道的是 吴敦义的父亲 曾经也是白色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所以吴敦义在蒋经国接见了以后 呃 其实呃 就有机会去到了美国的 披兹堡大学留学 但是当时的父亲已经75岁了 所以他就决定陪了父亲 呃 放弃留学 所以感觉那其实吴敦义这一个人 他是呃 挺有情有义的 而且也是蛮 蛮乐天派的其中一位人 这样子 那吴敦义嘛 他其实被说是呃 李登会第二 所以别人也想说 他会不会是呃 会是李登会第二呢 会不会以后呢 这个跟李登会走上的这个政策呢 会不会其实也是有相同之处的呢 毕竟李登会也是蒋经国提拔的嘛 甚至呢 说这个蒋经国的时代 如果真正结束的话 就是吴敦义结束的话 蒋经国的时代也随着 也跟着结束了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存在 好那我们呃 就说一下这个吴敦义和李登会是怎么相识的吧 呃 主要呢 就是这个吴敦义呢 在担任台北市议员的期间的时候 当时李登会是台北市长 所以这次的选举呢 深蓝都是因为他和李登会的关系 呃 就指引了 他是独台 或者是呃 李登会第二 因为其实这个呃 这个吴敦义嘛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是让呃 大家都是蛮敏感的 尤其是这个深蓝 也是非常的敏感 就是吴敦义曾经讲过 呃 吴敦义曾经讲过 如果要呃 这个两岸统一的话 那全部通通呃 就是滚回大陆去 嗯 他因为这句话呢 就造成了大家非常的呃 非常的敏感 甚至到后来 因为呃 支持中共在呃 制定的贺电的时候呢 用了你比较不尊重的称呼 去称呼这个吴敦义 也是相对的 大家都是比较关注 到底是不是因为吴敦义的 这个立场关系 所以引起了关注了 那呃 这个吴敦义呢 这个阵营 曾经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 吴敦义呃 出任高雄市长的时候 以保调的举动 称他不是台独 不是独台 就是要呃 台湾独立 也不是李登辉 所以呃 这个前立 前立委 朱高正 更加码说这个吴敦义 曾经得罪李登辉 到高雄以后就很难回到台北 台北 就是呃 形同是这个发配南疆 所以把他跟吴敦义的这个形象呢 远远的拉开 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李登辉 他是吴敦义 他的这个立场的吴敦义 呃 这个吴敦义呢 还是有点分别的 呃 呃 这个高雄市长的选战失利了以后呢 吴敦义就呃 吴敦义呢 就回到故乡南投当选了立委 期间吴敦义在立法院的时候是形同孤岛 但是在马英九的赏识之下 重用之下 他就从党秘书长 行政院长到马英九的搭档 呃 当选了 重新登上了政治高峰 但是2013年的马王政战呃 政政的时候呢 这吴敦义在马英九要举行记者会前呢 就强力劝阻对王出手 甚至呢 因此触犯了马英九 让马英九非常的不开心 而所以这个马英九呢 也是不停不听这个劝阻 跑到了呃 就是起身去记者会的现场 而吴敦义呢 也遇见了国民党将会面临难以修饰的这个风暴 所以我倒是觉得他其实并不是挺马英九 而是他其实是不希望这个国民党更加的这个分裂 所以对于而且对于这个马英九推动油电双账啊 镇所隧道砍军公教卫问金啊 这些等等呢 这个让支持者的选票一再流失 吴敦义曾经也感慨的形容 用栽瓜地来形容 这个一栽始瓜好 栽栽令瓜息 三栽上游上渴 四栽爆慢归 最后落得爆慢归的这个下场 所以他对于这个马英九推动的一些政策 其实他也是不同意的 对 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国民党主席 原来是红秀柱 现在是吴敦义 为什么是吴敦义胜出呢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原因呢 我们也看到吴敦义这次的选票是囊括了14.4万票 以52%的得票率跨过了一个半数的门槛 那么其实在一开始选举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是有六名的候选人的 这六名的候选人呢 就包括国民党的现任主席洪秀柱 还有原台湾地区的副总统 也就是副领导人吴敦义 以及原台北市长郝龙斌等三名 是实力较强的候选人 另外三名实力比较弱的候选人呢 就包括国民党原副主席战起贤 然后台北的农产运输公司原总经理韩国裕 另外还有原立法委员潘维刚 这六个人一起竞选 但是被人看好的只有前三名 因为他们前三名的实力都是比较强的 洪秀柱 郝龙斌和吴敦义 那么最后微微的是这个吴敦义胜选 其实呢 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投票的过程当中 包括第一轮投票也好 第二轮投票也好 都是吴敦义一支旗帜领先 那么前台湾的这个总统马英九呢 他是怎样 他是支持候选宾的 还是支持吴敦义的 还是支持这个马英 还是支持洪秀柱呢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马英九在这个投票前夜的时候呢 先后在郝龙斌和吴敦义两人的竞选网会上露面 并致辞鼓励两个候选人 但是没有明确的表明自己的投票意想 但是呢 至于洪秀柱 他则没有获得马英九的站台 那么可以说可以说明洪秀柱是不受马英九祝福的 另外其实包括吴敦义 为什么一路高揍凯歌的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他拥有较多的 现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以及地方现议会的议员 以及企业人脉的支持 所以呢 才一路呢 高揍凯歌 但是呢 其实 为什么洪秀之在 在2016年3月的时候 我记得在国民党败选之后 党主席的补选过程当中呢 曾以56%的得票率上位 那么为什么仅仅过去了一年之后 洪秀柱仅仅得了19.2%的选票 原因何在呢 其实有的在做分析 说他在执政一年后呢 因党内难以扶重 然后很多党员都不扶他 再加上应对这个国民党 民进党的政治打击 是没有能力还击的 而且人气就慢慢慢慢的就失去了 以至于现在的 这次选举过程当中 得票率仅仅得了19.2% 另外看一下 得票率第三的是 前台北市市长郝龙斌了 那么在这个党主席改选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郝龙斌在2014年年底 这个市长任期建满了 暂时职务的这个时机 那么此后呢 又代表了国民党转战立委失利 又一次遭遇了政治的 政治试图的一个挫败 这是郝龙斌 他这么一路走来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小过程 不过总体来看啊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三个 就比较弱的候选人 分别得票率 你包括韩国瑜呢 是5.8% 包括战企协呢 是4.46% 以及最后一个是潘维刚呢 是得票率是0.88% 所以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还是 其实谁呢 在党内有人卖 那么在企业的企业家又支持 那么这个人呢 务必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当主席了 嗯是的 那现在当然呢 这个吴敦尼当选嘛 因为他是内省人的身份 不像是其他的国民党的这些候选人啊 像是马英九啊 或者是红书柱啊等等 他们这个都是外省人嘛 但是这个吴敦尼他是内省人 这个内省人呢 当然大家就开始就怀疑说 这个他的这个想法 他会不会就是把中国国民党给台湾化 成为另类的台湾国民党 而且就是他也预测说 呃就是这位范世平 呃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嘛 他就是呃有就是呃做出了一个分析 说这个台湾呃这个预测嘛 他预测未来本土派的吴敦尼呢 会秉持着这个信念 但是不会真正从中国国民党改名 而是从内部慢慢改造 将这个呃将这个国民党给台湾化 另外呢呃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国民呃这个 吴敦尼在当选了以后 其实中共也选力发了呃发了这个贺电嘛 主要就是习近平发了这个贺电 但是让人揣测的是这个贺电呢 是在半个小时之后才到达的 而且时间太久了 还一度让国民党担心是收不到贺电 呃这就是呃收到了这个贺电来了 但是称呼同样是让人想象呃有引人想象的 像是对吴敦尼称呼是你 有别过去洪秀柱在党主席补选胜处的时候 用了您 甚至呃这个马英九啊还有朱利伦啊等等 他们当选的时候呢 他都是用先生的 呃所以就对呃也是这个中共这方面呢 也是让人怀疑说 呃是不是对吴敦尼的有些主张 还是呃比较不同意的 那在贺电的这个内文上呢 习近平就有强调要坚持九二共识 并且坚决反对台独 吴敦尼回电则是 持续深化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和平和平制度 甚至呢就是他也说这个达到两岸的 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并且对于他的含义 同意用口头声明表示呃表达各自的表达 是呃这个国民党长久 长久以来呢这个九二共识 然后紧接一中各表的表述方式 是很明显不一样的 像是之前嘛呃这个前主 呃这个还是现任主席啦 就是这个呃洪秀柱 洪秀柱呢他呃他其实他主要是 主张一中同表 但是这位呃吴敦尼先生呢 他比较不一样 他是一中各表 但是也是坚决九二共识 不过他特别声明了就是这个口头声明方式 各自做表达 所以这一点就让呃中共这方面其实还是挺紧张的 呃其实可以看得出在呃这连续这几位呃候选人当选了以后 当选了以后这个中共呢是对于这个九二共识啊 还有强调就是拒绝台独这方面是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强硬了 所以这个吴敦尼呢他这方面的表述外加上他的身份的这个问题呢 也是让呃中共这方面也是比较担心的 甚至有说这个台独的这个思想呢 甚至已经流到了这个国民党里头了 嗯是另外呢我们看一下确实在这个吴敦尼胜选了之后呢 呃那么中国啊中共的这个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呢 5月20号呢也致电了吴敦尼 而祝贺呢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希望呢两党一两岸同胞福祉为孽 坚持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 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 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之 那么在吴敦尼也回电了 回电说对习近平表示感谢 并期盼国共两党持续深化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永续发展 合作总向康庄大导 看来回电和制电的意义都是蛮蛮阳光的 在这个方面上 另外呢包括吴敦尼这个人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那么民众是不是很喜欢他 可以看到因为他从这么多年以来 吴敦尼的这个言行风格呢 是比较锐利的 而且在论战和推动政务时呢 是反应特别灵敏 在私德就是私底下的道德 在私德和这个连结问题上呢 也很少受到一些质疑 但是他对政敌或者是对手阵营啊 乃至民间的一些批评者呢 不时呢是语带讽刺的 动辄就会也就是相骂反唇相击的 再加上从政过久所激励的这个形象包袱呢 在民调当中很少成为台湾岛内民意最青睐的政治人物 但这次国民党选举他却成为选举票最高的一个人 另外他其实他自己也说哈 他说在2012年嘛 英九在争取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时候呢 吴敦议也是单了副手 他也称这四年的副手是他人生当中是最没有成就感的日子 甚至公开说这四年虽然我地位很高 虽然我各方面就是最是是我人生当中政治职位当中是最高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是没有实权的 整个就是个空白 这是他对于过去跟马英九当副手这四年的一个感想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也谈到究竟民众对于吴敦议有怎样的一些期盼呢 有一些不同的民众 有一些不同对他的一些感受 你包括一个29岁的一个党员 他叫做刘正志 他说呢加入国民党呢 才刚满半年的他 对于未来国民党主席呢 表示希望他能够切断历史包袱的主席 并期盼新主席修正过去脚偏右的路线 可以拥抱中产阶级和脚左的民意 让国民党成为兼容并须的党 另外的一个人呢 他叫做刘浩里 他是27岁 都是年轻人 他表示说过去的党呢 是有点多头马车领导领袖呢 很多很多却无法有效的整合 过去国民党的断层也是来自老一辈 争相当领袖的前提下 让终生代和新生代没有什么机会 未来呢 他希望这点能够改善 看来呢 这也是年轻一辈的一个一个一个心心愿 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中年人对于无尊义又有怎样的一个态度 其中一个是40岁的一个中年党员 他叫戴树凡 他说国民党的新主席呢 一定要培养基层和年轻人 才能够创造为何而战的气势 不然现在的国民党组织还是偏松散 这是他对新主席的一个 希望他有魄力的一个期待了 那当然这个说是这方面的大家其实对于无尊义的表现呢 都是非常期待的 不过也有说这个无尊义呢 现在目前的情况 因为他这么老了 然后才当选 主要呢 还是可能会为了自己个人议程而在奋斗 在努力着 如果要把这个党内的这些年轻人呢 推上去 推上去的话呢 其实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要利用这些年轻人改头幻想的话 其实在短期内也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也是有人对于这个无尊义呢 到底他上任了以后 可不可以改变目前的两岸关系的话 其实还是抱持着一定的质疑度的 因为毕竟目前国民党是在演的一个情况当中 要做一些有些作为呢 其实也是挺难的 尤其是现在呢 这个中共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呢 已经是逐渐的开始有点担忧的一个情况出现 甚至呢已经是 纯属的有一点放弃的这种态度吧 但其实之前在红袖柱当选的时候 我记得 在红袖柱当选的时候 其实这个有这些党内的人士 曾经说这个中国这方面 曾经跟这个国民党 台湾国民党说 我们可以给你这些东西 但是你可以拿来做什么 你可以 你们还有哪些作为呢 你们可以不可以就是改变台湾呢 对于这个国民党 台湾国民党 台湾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影响度呢 也是这个中共方面呢 还是存有一定的质疑当中的 所以这一次呢 到底 而且吴敦亦这个内省的身份呢 也是让这个森兰呢 也是比较 也是比较怀疑的 我们再看一下 当今现在就是 能否夺回 如果是吴敦亦上任 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之后 他是否真的能够承担这些责任 帮助中国国民党夺回政权 似乎未来的挑战也是蛮大的 因为现在这个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当局呢 自从去年五月主政以来呢 其实政绩 虽堪不是很理想 但是也有一定的支持度 那么其实蔡英文上任一年以来 由洪秀驻领导的国民党 没有在岛内的这个政策议题的攻防当中 露出一些亮眼的表现 那么如果是放眼在2018年举行的 岛内地方的县市议长选举呢 国民党在各选区呢 可推出一些储备的人选名单 但也不如这个民进党 他们紧凑的紧锣密捕的布置 更加亮眼 所以呢 在除此之外呢 是在过去一年以来 洪秀驻呢 主张是党机器 是难以负重的 频频出现了一些党中央干部和反洪 中常委 还有国民党籍的这个立法 立法委员公开批评的一些场景的出现 所以中将呢 就是很多的党员呢 对洪秀驻 就是无力团结各股势力 表达了一些不满 其中的这些就是对洪秀驻的执政表达不满的这些势力呢 都是与吴敦义结盟的 当时呢 当时记得就是没错的话 在2016年国民党惨犯之后 补选的时候呢 是洪秀驻站出来了 洪秀驻站出来 当时呢 大家也劝 吴敦义也站出来 能不能够领党中国国民党走下一步的历程 但是当时呢 吴敦义 没有动静 就是按兵不动 一些人就会认为 他也许是审时度势 谋定后再动 等等的 但是批评者也认为 当时吴敦义是算计的太深了 超过 已经在国民党危机之时 都不能够出来去担导 但是过后呢 洪秀驻真的是得不到 党内各派人士的一些支持 那么一些不支持洪秀驻 反洪的一些派别呢 就跟暗地里跟吴敦义结盟 结盟之后呢 相信这一次新的 包括2017年现在5月20号 刚刚过去的这个选举 吴敦义能够获胜 也是跟之前的这些反洪势力 有脱不开的一些关系的 另外 我们回过头来再继续我们的节目